我们来测试一下 现在大家都在讲的迷思 就是有人说 物穿穿透到怪物的房 已经被你穿到零 再往上撑的话会增伤 那暴击无视伤害 是不是再加物穿的话会适用呢 暴击是不是会被变痛 因为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因为讲真的现在东西资源很少 然后呢 避免你们走远忘路 所以我们来实际实测一次 那其实实测这个非常简单 因为呢 我们的稻草人 其实如果说你们要测物穿伤害的话 我们的稻草人是没有防御的 所以你们要测东西 用稻草人是不准的 那我们先来 因为稻草人是中型怪嘛 那我们就用中型罐来测 我们用恶伯来测 来 我们的白字是7310 来白字7310 那暴击的话本身就无视防御了嘛 那我在无视防御的状况下 暴击是15632 这个真的超简单测 那如果说我今天打稻草人 稻草人他本身就没有防御 暴击的话我们白字增加 白字的伤害增加 相对的我们暴击也应该要增加 对不对 好来我们来换 稻草人 没错 稻草人 白字 9497 暴击还是一样 15632 那这样子非常证实了 悟穿 你穿悟穿趴 跟你的暴击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不要再说 悟穿对暴击是有帮助的 我们白字确实提升啊 因为稻草人没有防御 那白字提升了 但我们的暴击并没有提升 还是一样的数字 所以不要再跟大家说 暴击要穿悟穿了 好吧 会看会害大家白买很多东西 尤其是在喷泉的人 喷泉的东西实在是太贵了 那这边的话就是已经实测好了 就是这样子 暴击的话无视防御 跟穿透是分开的 分开计算的 只会增加你的白字数字 但是你的暴击数字并不会增加 影片就到这边咯 想要跟若凡互动的话 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咯 别忘了你们的按赞订阅 小铃当时若凡的动力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